第二的气体,钝气包含了氦、奶、亚、克、鲜、冬。除了冬为放射性元素收集困难外,自备其他钝气的方法是使空气在低温高压下将其液化成液态空气,并将温度慢慢升高,即可分离出各种气体,依序为氦、奶、氮、亚、克、鲜。 关于此种自备的方式叙述何者错误?此种方法除了可以收集钝气外,亦可收集氮气和氧气,这当然是对的,这边已经告诉你了,这里有收集到氮气跟氧气,这也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说到空气是混合物的时候提到,我们将空气液化之后,先会跑出来的是氮,再来留下的是氧,所以选项A是对的。 选项B,此种方法是利用各种气体的废点不同,而将其分离,当然是对的,因为我原来是液体,然后我变成气体跑出来,那么液态变气态就是所谓的废点的问题,所以选项B是对的。 依照此方法可知废点最高的是氮,这是错的,因为呢,我们会最先跑出来的应该是废点最低的,所以它最容易变成气体,最后跑出来的是废点最高的,那么氮在这边告诉你说它最先被分离出来,所以它废点应该是最低的,所以选项C是错的。 诸,此种方法属于物理方法是对的,这个就是三态变化而已,是物理变化,这是一个物理方法是对的。 第二日气体问我们说,关于此种自备方法的叙述何者错误,我们答案选的是C,依照此方法可知废点最高的气体为害。